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王國 將志祐 作詞 烏雲 《右邊緣》 紅蝟死趟 無懸怨無怨 人工我當 唐唐我的血糖 那不死方誰及可坦蕩 人手我創刺赤赤手河浪 合拍心我為人 毫無心意眾生 你怕放我是我 只怕淡笑不患做錯 那不死法死對天對地 飛得起由仗亦有別離 淡得起寧願了不起不惜去躲避 未經得起陸亦白雪翻飛 那不死從未怨天怨地 若我飛得起為何害怕失利 若我輸得起寧願愛得起 不惜虧相比 能同到萬里能無憾致死 沒我飛 你受別水我亦無忌 有四兩 四兩怎麼夠吃?半斤?我要胖一點 阿婆,剛才你不是說不見錢袋嗎? 現在就在這裡 年輕人,我何時說不見錢袋 我是說不見孫子 不是,你剛才明明說不見錢袋 我是說不見孫子,整個錢袋在這裡 我孫子明知道我的腳正真的 他扔掉,我不管,真可憐 扔掉他的錢 師傅,你不用理他 這個三婆出名了 傻傻奸奸的,經常記錯了 走吧 不是吧 什麼不是? 別以為阿婆耳朵不好 聽不到你說什麼,朱玉榮 糟了,那就是怨望好人? 什麼怨望好人? 我都不知道怎麼跟你說 總之我現在害到人家 無緣無故被人抓去官府 這麼大事? 你走… 三婆,不如跟官府解釋清楚 官府? 我三不入官門,四不入地獄 這件事是因為你爺爺的 阿婆的手你也拖,男女受受不親 三婆 浪費氣了 就算她跟你去官府也沒用 優元姑娘,真對不起 我不知道會弄成這樣 那又不能完全怪你 是阿貴以前不自愛 才弄出這麼多誤會 不是吧… 要是我衝動女士,你怪我吧 要是這樣,我去官府跟她說清楚 不用了 官府的作風我也很了解 你去也沒用 我想他們只是要錢而已 我會想辦法 那我有什麼可以幫忙 你先走吧,讓我處理就行了 真對不起,薏姑娘 阿玉 那個人進來幹什麼?又想搗亂嗎? 阿燕姐,我有點事想跟你商量 阿玉如姑娘她真的肯… 當然,是阿玉如親口叫我和她找你的 丘老爺,只要你肯出得起,錢 錢 那阿玉如… 阿玉如什麼都答應你 錢,沒問題… 我等這個機會 等到鏡子也長了 是呀 別坐,你們也別坐 我… 叫我 當然叫你了,難道我見鬼 什麼事? 過來,讓大爺打開 跑什麼?是不是要我動手 放手 放手 你的手這麼滑,像是女孩子手一樣 放手,走… 我看看 放手,放手 放手 我怕什麼? 真的是女孩子嗎? 你走 來,我去走 我嗎? 你去找錢,去送她 快走 用心 怎麼會是你的? 是你姐姐,托我來,去送你走 那阿姐在哪裡? 她要招呼一下,今晚沒時間了 你說阿姐她 她不是這樣做,她給錢送你 糟了,黃飛鴻 我阿姐被你害死,姐姐 玉如,夫人等了很久了 大爺,請進房間 玉如,你快來招呼大爺 親宵黑席千金 千萬不要對蠻大爺 我出去 我可以坐下嗎? 是你 我偶然聽到關於姑娘的事 雖然我不知道你有什麼苦衷 但我希望這樣做可以幫到你 公子和玉如只是萍水相逢 公子上次鎮琴之恩 玉如是很應該答謝的 想不到小小一個琴 玉如姑娘都放在心上 公子,先喝杯酒 姑娘不用客氣了 那… 那玉如先幫公子換對草拖 姑娘,我想你誤會 少天只是想聽姑娘彈奏一曲 並沒有其他想法 公子… 姑娘的琴藝 少天一直記在心上 我可以再聽多次問 公子對玉如的恩德 玉如無以為報 那我就為公子彈奏一曲 請問我們 稍後 緩急請問她 知道了 幹嘛讓我走下去 我免得你,你弄得一陣子 阿水 你這樣嗎?投我拖牠出去 是,進來 快點,投我拖牠出去 拉牠出去 放手,阿姐,放… 放手,別觸碌我 你怎麼樣? 你還敢在我面前出現 你有沒有弄傷? 一天最壞都是你 知不知道阿姐為了救我 就去問燕姐姐的錢 壞人,壞人瘋神 對不起,我賠給你 賠?你怎麼賠? 阿姐為了救我,她… 她今晚要賣身 你別這樣,我也不知道她會弄成這樣 我真的很想進去見阿姐 但她們不准 前門走不了,就走到後門 你幹甚麼? 後門要人守住 我幫你引開她們 你幹甚麼? 站在這裡 你別走 不要,你站在這裡 你想不止嗎? 姐姐,你有尽 waar你到嗎? 來, 阿嬌 你回來了?你沒事吧? 你擔心死我了 你去哪裡了?我找來找去也不見你 我剛才是送客人而已 但是容嬸她說你為了籌錢贖我, 那… 你先坐下, 你放心 甚麼事都沒發生過, 阿嬌沒事 真的? 那客人給了這麼多錢 原來, 真是甚麼事都沒發生過 他不是一般的客人 他是欣賞我的琴藝, 是一個證人君子 這個琴也是他送給我的 原來是同一個人? 那他就是我們的欣人 當然, 要不是他 你阿嬌今晚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欣人對我們這麼好? 而且我們珍燕姐這麼多錢 又不知道何時才存夠 不如叫他幫我們 不行 人家的醫院幫我們這麼多 我們怎麼可以苛求人呢? 反正他都幫了 否則他這麼欣賞你 就是因為他這麼欣賞我 我就更加不可以這麼過分 我不想他有甚麼誤會 有甚麼誤會 你又不是想要人家的妻子 你別亂說, 人家是君子 我怎麼這麼想過呢? 這麼緊張, 幹甚麼? 如歡喜 你阿嬌我, 怎麼可以陪得起他呢? 他肯來聽我的彈曲 我已經很開心了 還錢的事, 我們自己再想辦法好嗎? 放心吧, 阿嬌 我一定會努力賺錢的 你不要再想偷東西 不會的, 阿嬌 我答應過你不再偷就不再偷 況且我現在幫阿嬌走走走走走 一定會賺到點錢的 總之阿嬌你沒事, 我就放心了 你沒事我就放心了 榮哥 阿嬌, 衣服已經替你卸好了 有甚麼其他事要幫你做嗎? 不用了, 放在煮飯裡很久 嫂子, 今天我預計的工錢 謝謝… 別客氣了 嫂子, 我想問你 你這樣做一個月可以賺到多少錢? 其實阿嬌心地好 看我們兩個單身寡仔, 沒飯好吃 才幫我們洗衣服煮飯 我們不好意思才給他多一點 對了, 世榮 你在街市賣一天可以賺到多少錢? 好生意也有幾十元錢 怎麼了?你很等錢用嗎? 每天都是自己的壞衝動 現在令我朋友真人一身債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錢不是甚麼問題 其實我平時省著省著省著 也有不少錢的 再說, 你是我師父弟 我當然盡量幫你, 拿下去 師爺… 我當你是朋友, 我才會教你功夫 更何況我也沒資格做人師父 你別這麼說話 只有一句 我只會教你 對了,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 我這裡有十錢 我也有少許儲蓄, 你拿去用住吧 嫂子, 你幹甚麼? 你這麼辛苦替人洗衣服煮飯 無非多賺錢給兒子讀書 這些男人事你不用管了 我真的很感謝你們 不過這些錢是你們辛苦賺回來的 留給你們自己不時之需 我只會想辦法 飛鴻, 你這樣不當我是朋友嗎? 不是, 不過你有我先想辦法 楊賢想不到的, 我先求你們 怎麼了? 飛鴻, 你懂不懂武師? 不是很想的, 幹甚麼? 年初有個聖師大會 是呀, 莫天龍、莫老爺 出了二十兩銀做獎金 二十兩銀? 飛鴻, 楊高 爹 我之前看過書, 說武師有七字訣 就是靜、漢、探、彩、文、誰、聖 那探和彩有甚麼分別? 探就是探盧探青, 彩就拿個青回來 你為何忽然對武師這麼有興趣? 沒有, 最近外面的人經常說過聖師大會 那我好奇而已 如果你找到高興, 想著去看看 我就不會阻止你 但你千萬別打算參加 為甚麼? 聖師大會對每一間武館的 明星地位是很重要的 是非一定很多的 我不想你先進去, 明白嗎? 我會記住的 放心, 我會替冲花姑娘扮得妥妥當當 這道符你拿回去給她 麻煩 莫夫人, 來… 這邊請 有師來跟莫老爺買香叠是嗎? 看看, 莫夫人, 請問 是否照舊這樣寫呢? 希望菩薩保佑老爺身體健康 保佑我女兒平平安安 早日回來我身邊 莫夫人, 你這麼神心 菩薩一定會保佑夫人你心想事成 看就這樣看吧 這次阿姐得貴人幫助逃過一劫 真是要感謝菩薩保佑 希望菩薩保佑我和阿姐 可以早日離開演春台 過一些安安樂樂的生活 雖然阿姐和阿娘這麼狠心扔下我不管 但如果他們還在人間的話 也希望你保佑他們 小心 謝謝小兄弟 不用客氣 這麼有錢該心才是 難道嘉嘉有本難念的經? 小婷 桂蘭, 你這麼晚? 在演春台有很多工作嗎? 是呀 我剛才幫幾個阿姐走地 賺到這次就離婚了 先休息一下 是呀, 我剛才查過給你 你稍後撐回去吧 認識你真是有口福 還有呀, 這裡的錢不算多 不過希望能幫到你 為甚麼無端給我錢? 我聽說你被人拘捕了 你阿姐也要借錢來贖你 你們籌錢已經很辛苦了 你先拿了, 我會跟哥哥商量 我不會要的 為甚麼?你已經對我很好 平時有什麼都分一半給我 總之我不會要你的錢 只靠你一個人 你一段時間都還不了債 你放心, 弄得我坐牢的壞人 會幫我籌錢 那個人幫你這麼好? 他好? 要不是他會把我和阿姐交交給我 別再提他了, 那個戲就生氣了 好了…別再說了 你先吃個茶果吧 接下來的獅王大賽 我們中二堂一月往年, 會再度出師 大師, 我會在你們當中選一個人做師尾 能夠代表中二堂是你們一個難得的機會 所以希望大家努力點, 爭取表現 是 大師兄, 算我來說你不用浪費時間去選人 我就已經是最好的人選了 你是最好的人選? 阿京, 為甚麼你這麼有自信? 我武功也好, 資質也高 由我幫你做師尾採青 到時一定是時半功倍 時半功倍?你學過武師嗎? 你知不知道能夠代表中二堂出師的兄弟 要在這裡集我多少年? 我知道得高 師王大賽關乎了整個武館的聲譽 我們已經連續贏了兩年 今年不容有失 你, 多練幾年功夫再跟我說 你還是怕我搶你的風頭 才有心去打壓我 我們中二堂之所以在佛山 有今時今日的地位 全靠大師兄連續兩年 贏了師王大賽之旗回來 贏了今年之旗, 永遠屬於我們 你以為你有資格打贏我們大師兄嗎? 他用打壓你?八字 我哥哥不是一個很出風頭的人 他不讓你去都是為了中二堂的作賞而已 梁寬, 我想你把時間去練功會實際一點 小爺, 阿歡, 回來啦 阿歡, 還不快點倒牙給小爺 幫小爺換鞋吧 不用了, 我只要一天出去 你練功練得這麼累 怎麼不休閒地出去呢? 是呀, 有甚麼事這麼急 我要找個師父替我當師頭 有甚麼事當師頭? 那個大師兄不讓我參加那個省師大會 代表中二堂出師嘛 偏要做一隻師 阿嫂, 你替我沒有師尾 我? 當然是你 阿歡… 其實你這個師兄不讓你做師 是為了你著想的 他不想你有危險嘛 娘, 你有所不知 那個大師兄經常以為我要搶他風頭 一心打壓我, 又說我的功夫不成功 我偏要聰明給他看 你想出師的嘛 那我就找那個大師兄談談吧 阿爹, 娘, 連你們倆都覺得我不行 不是, 當然不是 你在我們的心目中, 何時都這麼聰明 是呀, 你就用我們米行的名字去出師 我找佛山做師頭最美的師父 做一隻最美的最招牙的師 用多少錢呢? 是呀… 謝謝爹, 謝謝娘 阿嫂 你是不是不想幫我出師? 當然不是, 少爺, 你給我一個師面 做我當然開心 不過如果讓大師兄知道 他一定不高興的 再說, 你這樣做 可能以後都學不到武功了 我不管這麼多了 總之師我一定要出師了 至少不就不告訴他 好, 你看著 飛鴻, 你不是真的打算出師嗎? 昨晚我是說你說笑而已 你不是真的禮真嗎?我認真的 飛鴻, 你一個人怎麼組師隊 是呀, 有世榮嘛 不是我, 我不行的 不是你還有誰? 小師兄 師弟 大家好 為何你要出師?你不是武館的人 我打算贏勝師頭的獎金 不過你連獅頭也沒有 是呀 有 沒有獅頭, 有豬頭 是呀… 斬死他, 斬死他 斬死他, 斬死他 動, 蓮兒 是呀, 世榮 好玩呀, 有沒有不夠煩嗎? 其實你可以找你爹幫忙 他應該認識很多師傅才是吧? 要讓爹讓我參加, 我就不用在這裡了 其實現在距離省師大會還有時間 找個師傅摘個屍頭也說得及 我們中二堂 每年都會找同一個師傅 或者他可以幫到你呢? 是呀 我帶你去 好, 走吧 我先走了 你先用心… 你先用心, 你先用心, 你先用心 開掌, 支持 就在前面 你放心, 我就幫你搞定 謝謝… 小婷? 你來這裡幹什麼? 你不是打算參加省師大會吧? 別這麼不自量力 我想我幹什麼不需要你管 梁寬, 你又來這裡幹什麼? 我來這裡就是… 做師頭給中二堂 雖然大師兄不讓我們歡笑出菜 但我們歡笑也很有其心 打算做最漂亮、最招搖的師頭 給中二堂 讓他威風十足地出菜 沒錯, 黃飛鴻 如果你真的打算出師的話 我勸你還是省下一點錢 不是說我要盼你冷水 只不過你沒機會贏到省師大會 贏還是輸, 給我才知道 你連師頭也沒有, 你怎麼給? 沒錯, 告訴你 我們歡笑已經包起佛山 所有做師頭的師父 我相信你們不會賺到一家做的 你太過分了, 梁寬 你有錢的話, 你也可以過分 小師兄, 不要擔心 我們一定有辦法 小師兄, 小弟… 小弟… 來吧 飛鴻 大師兄 飛鴻, 這絲是我中元堂用過 我今年想出的新絲 還能放在這裡沒用, 我借給你 舊子舊一點, 但你別介意 不介意 謝謝… 謝謝大師兄 對了, 飛鴻 我聽小婷說 你這次出絲是唯一不獎金 你是不是等千世 如果是, 我先借給你 大師兄好意, 飛鴻心領了 不過我想嘗試用自己的能力 他仍然不獎金 雖然未必會贏 但我也想嘗試 有志氣, 跟小時候一樣 對了, 飛鴻, 有沒有學過武師 沒有, 爹不肯教我 不過他以前常常看武師 不如這樣, 大師兄, 你教我 好, 武師只要記住幾件事 門 橋 磅 腰馬合一 步伐 但最重要的, 還是個聖頭 記住四個要拳 甚麼四個要拳 起 盧 愛 落 飛鴻 師兄 是 來 來, 來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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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沒事了, 休息兩天就好起來了 好… 慢慢走 好… 爹 飛鴻, 這兩天去哪兒了 一早出去天黑才回來 我去了 他來了西茶館幫我 是呀… 是呀, 不好意思, 姐夫 西茶館明天就開張了 最近的東西很亂 我自己忘了告訴你 以後去哪裡呢 跟爹說一聲, 知道嗎 知道 爹, 我有甚麼可以幫你 對了, 藥膏就不夠了 好, 明天幫忙, 明天 你明天有事嗎 沒有 飛鴻, 你明天有事嗎 其實我已經成了一個朋友 替他籌錢還債 所以就參加我勝司大賽獲獎金 我最近每天都去跟阿勢玲練師 難怪這陣子整天都不見你 是呀, 但你爹說不讓你出賽 讓他知道大件事 所以才不讓他知道 但明天你來這裡, 那我怎麼練師 飛鴻, 你這麼為了朋友 寶姨一定支持你的 明天我跟你爹說 你來西茶館幫忙就行了 但明天西茶館開張 我有沒有下去, 有沒有問大家 你放心吧, 有我媽媽嘛 你努力練習, 把獎金拿回來 要緊張嗎? 不要緊 你冷嗎? 我… 早安, 黃老闆 豪姐, 你已經過了三天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起 關於那個木頭公仔的事 你怎麼這麼心急呢? 過來, 先坐下來, 我們慢慢聊 過來吧 好姐 你先坐一會兒 我進去就做兩瓶靚粉果 我和蔥茹靚茶給你 黃老闆, 以前龍井 麻煩你, 黃老闆 豪姐,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到什麼 說想就想到嗎, 但是… 老闆娘, 老闆娘, 老闆娘 什麼事? 街口間西茶館今天開張 人們都跑去看熱鬧 開張, 有什麼好奇呢? 那裡不僅有茶喝 還有大大的心口看的 不是吧, 這樣用來搶我的生意? 豪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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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你們來, 好不好喝點咖啡? 好, 其實咖啡是怎麼做的? 好… 小姐, 過來喝杯咖啡 剛才熬起的 原來老闆娘的心有嚴重了這麼大塊肉 難怪這麼多男人你光顧吧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你別怪我直接說話 你的茶當然很不妥 要不然也不用用這種瓦瓦來拉客 第一, 這是咖啡, 不是茶 你沒有知識, 我不怪你 第二, 我的咖啡店是說質素的 你不信就問顧客, 好不好吃嗎? 好… 你嘗試把你的胸口藏起來 看他們還嘗嘗你那些黑黑黑的水 一隻二隻都是色中外鬼 好, 我的咖啡店是來的 寶姐 姐夫 姐夫, 你也來了嗎? 這麼晚才來的 你茶館新開張, 我來恭喜你 謝謝, 快進來坐下, 喝杯咖啡 喝杯咖啡店, 覺得我這裡怎麼樣? 對了, 飛鴻不是說來幫忙嗎? 他…他出去了幫我買東西嗎? 先過去坐下吧 阿寶, 你覺得這兩天的天氣 很涼爽嗎? 我做到一身汗了, 真的不覺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唐人有唐人的衣著 你…你穿成這樣… 姐夫, 這些西式的衣服 在外國很普通而已 況且我開西茶館 也是想推廣西洋文化 我自己的身體離行而已 西洋文化? 我們中國人也有中國人的文化 什麼身體離行? 我說…我不知所謂 姐夫, 你… 來吧 我招呼客人了, 不跟你說了 我回報紙巾了, 我不等飛鴻了 再見 黃師傅…見到你真好 找我有什麼事? 我兒子跌倒了, 請你跟我去看看 不知道有沒有事 你不用緊張, 我現在跟你回去 謝謝… 洞翔, 內心 洞翔, 洞翔, 洞翔… 洞翔, 洞翔, Ent我沒做的 洞翔, 洞翔 洞翔, 撞 洞翔呢洞翔, 洞翔, 洞翔… 洞翔,-洞翔, 洞翔魚 黃師傅, 你沒事吧? 沒事… 對了, 剛才你們武師頭的那個是誰? 我武師頭女的那個, 街市… 黃師傅, 你是… 我是朱浩榮的朋友, 米如燦 是呀 好了, 不妨礙你們了 沒事了, 告辭… 再見, 黃師傅 飛鴻, 你爹走了, 可以出來了 只有我, 還以為爹看到我 怎麼會這樣? 剛才我收到袋子後 打算看你們練師 誰知道我回來後 看到飛鴻的爹在外面看著 那我就靜悄悄和飛鴻換了一個屍體 真聰明, 阿弟 不… 爸爸 讓爹先走遠一點, 不管再繼續練 黃師傅 弟弟, 勢勢勢勢勢 黃師傅客氣 大人請坐 請 提督大人突然造訪, 不知道有什麼事 本官這次來 是想請黃師傅參加聖師大賽 在下雖然練過幾年功夫 但也不敢在提督大人面前 斑門老虎 老實說, 佛山老館林辣 個個都想趁處聖師大會讓名難民 利益所在, 鬥爭難免 除非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人走出來領導群雄 本官就希望黃師傅站出來 領導國武館穩定目面 黃師傅, 在下不才 做個普通的鐵打醫師就可以了 至於領導群雄, 在下怕力有不低 黃師傅, 你太謙了 論武藝如何, 本官心裡有數 而且黃師傅才德兼卑, 大家信任 提督大人 在下真的沒想過做什麼領導 希望提督大人見諒, 靈魅高明 除了黃師傅 本官想不到有另一個適合不人選 提督大人 不知道有沒有想過忠義堂的大少天 在下見他的武功一戰成熟 也講受各方人士的敬祖 我相信他是提督大人想要的人 既然黃師傅這麼說, 本官考慮一下 謝謝提督大人 還有 省師大杯當日 本官希望黃師傅 與本官作個伴一起觀賞 小燕, 你不會推遲嗎? 既然大人這麼賞臉, 再三邀請 如果在下再推遲的話, 實在無謂 好, 一言不定 雙燈, 少爺, 小心啊, 少爺 小心點, 少爺, 慢慢來吧, 少爺 謝謝, 少爺 小心啊, 少爺 小心, 少爺, 少爺 小心, 少爺, 少爺 預備, 上 少爺, 行不行 少爺, 少爺, 少爺 阿芳, 阿芳, 怎麼樣? 少爺, 少爺, 少爺 你怎麼搞的? 對不起, 阿芳少爺, 我想休息一下 不要用的, 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們去那邊練 好啊 老爺, 你看兒子多硬頸 繼續練下去, 他支持不住 嫂子 老爺 少爺一點錢, 疏通其他師隊 讓阿芳坐下請記錄吧 放心吧, 老爺, 一切包在我身上 還有, 我聽阿芳說 那個黃飛鴻也出師的 你要搞定他, 我阿芳一定要贏 但是, 他們父子好像同錢有仇 我想不是那麼容易收賣 我不管, 他要錢也好 不要錢也好, 我阿芳一定要贏 要不然你這個月的糧錢 別浪費 叫老爺, 叫… 小師兄 笙靈 小婷…我們沒有得怎麼樣 很厲害, 進步了很多 修萍, 坐下車給她看 好, 來 好… 站住, 遠遠, 很久沒見了 出發車真的太難看了 李遠遠 留一間商訪給你, 進去吧 黃飛鴻 你何必這麼大聲 女子這麼鬼說而已 你姐姐怎麼樣? 還好說, 幸好我姐姐沒事 要不然我殺了你 你姐姐沒事就行了 是我姐姐沒事 但這件事不是這麼了結 你別忘了自己的身分 在初老人家就沒人要你 我打你 被人打傷了, 怎麼參加聖詩大賽呢 聖詩大賽? 是呀, 怎麼賠你去簽呢 沒有詩葉跟打兩下洪拳 你的功夫這麼差, 行不行嗎 總之我會盡力 贏也算了 不如你明天來看 行了 那早點來了 不會, 趕快走吧 早點來了 走吧 你幹什麼呀 你幹什麼呀 喂, 你在幹什麼呀 怎麼會這樣呢?世榮 我也想知道為什麼 那個壞人被我再見到 看我一拳打不打死他 哪個壞人?梁寬的金班 榮榮哥,你媽媽會否認錯人了? 是呀,梁寬這份人 只會賺錢貸人,不像做這些事 是呀 飛鴻是我親眼見的 行了… 什麼事?要我幫我出師? 昨晚有人燒是頭絲 糟了,待會就是聖絲大賽了 那我們怎麼出賽? 你不是打算拿這頭絲去出賽嗎? 一定會被人笑死 我不管你,你快點找一份工作 賠錢給我 謝謝你,老爺,謝謝師傅 來…來…來吧,來吧 謝謝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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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兄, 小婷 你眼中還有我這個大師兄嗎? 誰叫你不讓我做師尾 我就唯有自己出頭師 我會證明給你看我行的 你這個扮君… 阿堅 任由他, 看看他有什麼本事 那個是黃飛鴻 我敢拿那隻黑屍來比賽 想和其他師父過意不去 厲害… 以為贏了嗎?那隻黑屍來比賽 不要讓他出錯 不要讓他… 慢著 那隻屍是黑屍而已, 怎麼不可以比賽 是呀 飛鴻 各位師父, 這位黃飛鴻是嘯天的朋友 而這隻獅頭也是嘯天所送 只要為什麼獅頭變成張飛絲 我想過中一定有原因 不如大家給一個機會給飛鴻解釋一下 各位師父, 真對不起 昨天我們這隻獅頭 被愛意中火才變成這樣 請大家明白 既然是這樣 就請各位師父給個面子少天 不要再難找飛鴻你 飛鴻無意得罪, 請多個原諒 飛鴻, 努力點 師父這邊 飛鴻, 飛鴻, 坐, 坐, 坐 我們正在贏 有位, 二小姐 這麼高尚就去吧 大人, 請上座 張大人, 請 黃師父, 請 為什麼姐夫會在這兒呢 這次飛鴻不走也不行了 希望他見不到飛鴻 提督大人 黃師父, 你來了 提督大人親自要約 還怎麼敢不來呢 請坐 朱鴻大人, 這邊呢 後來 爹… 世榮 你沒事? 爹坐在上面 別管, 這麼多剛才應該不會過我們的 來… 來吧 謝謝…姐姐 努力了 師父, 追 師父, 追 撐住 撐住 來吧 上 高石, 沒事吧 好, 加油 紅飛四方 無巨遠無岸 人工我當 唐我的血糖 那不四方 誰給我坦蕩 人手我創 此赤手可朗 合拍心 我為人 圖無心 意眾生 你拍火 我善我 只怕淡笑不患做錯 那不四分四對天對地 飛得起又將亦有別離 淡得起靈現了不起不惜去躲避 會經得起…